哈喽大家好,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啪啪啪,啊啊啊啊啊,高能电影的影色,帅的吊渣,致命钥匙出第二季了,其实从第一季的海报中就可以发现,还有很多钥匙仍未解密,也就是说这一季还会有很多新钥匙登场,虽然主角还是会偶尔降至,但这一季打斗很多,气氛更紧张,整体就比第一季精彩多了,而且这把再也不一级一级讲了,就直接最快整完的。 故事开头,时间线追溯到了1775年,三个玉林军进入了海誓洞,这个时间段刚好是北美在反抗英国之民,所以从服饰上也能看出这伙人应该是英国士兵,他们逃命到此,只听洞内尽头的墙壁后传来异象,他们上前一抹石壁瞬间掉落,露出一个绽放着蓝光的大洞,这是异世界的入口,第一次被发现,尚未凑上前去看,里面突然射出一枚金色的子弹,第一季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恶魔的所处物,被它射中就会被异世界的恶魔附体,好在是尚未敏捷的 短了,子弹掉在地上,变成了一个蒙缠的金属,尚未捡起金属,心中疑惑,而这时,起义军已经追了过来,双方激烈开战,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玉林军被再次射来的金色子弹打中了,尚未本以为被打中会死,可谁想,这人却瞬间变得强悍无比,一一地多,虽然最终还是被起义军打得掉进了黑洞,但这种力量还是把尚未惊艳到了,于是他立马冲了出去,接住了下一枚金色子弹 最后,时间回到现在,前接第一季剧情,家布带着银子来到海市东找东西,咱已经知道这俩人都是恶魔了嘛,家布其实就是大boss到齐,但是这剧里面还没有人知道,二人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金色子弹熄灭后变成了同款金属,家布说这玩意儿叫尔语金属,但暂时还没有说明找着玩干啥,洛克家族那边三兄妹以为到齐已经被干掉了,生活非常惬意,老三又发现了一把大力士钥匙,用它打开大力士钥匙,用它打开大力士钥匙,用它打开大力士钥匙,但暂时还 大力士钥匙带就能变得力大无穷,邓凯叔叔也准备跟男友订婚了,大家都挺好的,唯独黑姐依然下落不明,眼镜也扳去了外地的亲戚家,警察表示如果再过五年还没有线索的话,黑姐就会被自动判为死亡,老三听说了这个消息非常伤心,自己跑上楼拿着大力士钥匙发泄了一通,随即就阴差阳错的在柜子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老鼠头骨,他立马把这事告诉了哥哥姐姐,但是到这一季,老大老二依然不把老三的话当回事,他完全没有在意,而相反,恶魔那边都已经开始 行动了,原来那块儿语金属就是锻造魔法钥匙的材料,家布本身不是想打开黑门多放几只同类进来,然后创造恶魔军团吗,上一季本身是成功了,但是结果这个把鹰子变成恶魔后,他就特别急功近利,老觉得说家布的方法太慢了,就想直接变成老二的样子,又发现不行,因为身份钥匙只能变成不存在的人,总之这么一来二去的家布就嫌人鹰子蠢,还老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听话,于是便暗戳戳准备另想办法打造自己的恶魔军团,而这锻造钥匙就是关键 但是这金属到手了,没基地啊,二人就找了个贼偏僻的林前小姑,把人家屋主杀了,把房子给占了,这时老二的恐惧还在一直跟着鹰子,线下二人就只能把他关了起来,之前小黑的电影社不是用魔法钥匙拍了个微电影吗,这会他们脱关找家电影院给上映了,同学跟主创基本都过来捧场了,家布跟鹰子也在,而鹰子身为出生恶魔还处于暴食阶段,待了没一会就坐不住了,出来买吃的,结果被桂园出言调戏,因得鹰子本性暴露出手杀人,家布在听的 他隐隐觉得不对,出来一看差点没气死,连忙帮忙处理了尸体,然而这一幕还是被小玉撞见了,不过好在他们用了万能钥匙就一行欢迎,小玉不能理解最终就还是糊弄了过去,收音过后大家霸了场派对,小黑告诉老二,自己获得了一英国电影学院的视听名额,估计很快就要走了,老二虽然是跟家布在一起了,但心中对小黑仍有情愫,听说这一消息心情很是复杂,而另一边小红本来正跟老大甜蜜,却突然出现了间接性失忆,把魔法钥匙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 老大见状,这才意识到危急,小红快满18岁了,即将成年,他马上就会像香玉一样忘记所有有关魔法的事儿,而下一个人就会是他自己,现下必须尽快找到老白黑姐他们那个寄住魔法的方法才行 四日他把这事儿告诉了老二,诉苦说我俩当时刚分享完美好的回忆,他就把这事儿忘了,你想象一下,你进完家布的脑海,但他却忘记了这个经历,这得是什么感觉 老二听完就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未经过家布的脑海 之后小红的状况逐渐恶化,失忆频率越来越高,二人只能互相安慰,也怕找不到解决办法,便决定想录下视频,记录下这些美好回忆 而就在这时,一个新角色登场了,他就是老大他们班新来的历史老师乔哥 最近祥玉结了份工作在帮忙修复大局院,正好乔哥路过,人家学历史的嘛,对这方面有点研究 就忍不住对祥玉的工作指指点点,导致祥玉对他的初始印象极其之差 但是巧了,乔哥的女儿小乔刚好转到龙三的班级 其实在此之前,因为恰逢父亲去世,到其作妖,老三一直心思很重,没事还带个锤子上学 同学呢,也不能理解他,当时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眼睛,但现在眼睛也搬走了 他偶尔提到有关魔法的事情就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刚好这时,小乔转了过来 只有他觉得老三说的东西很有意思,于是俩人就成了朋友,但是老三还是非常谨慎的 在确定小乔不是恶魔后,他才把钥匙的秘密告诉了他 但是这不俩大人第一次见面印象不好吗,乔哥也意识到了 之后就特意帮相遇找了很多有助于工作的资料,为自己的好为人师道了歉 而且这一聊才发现,其实他们都是刚刚丧偶,经历很相似 二人关系也有所缓和,彼此之间生起了不少好感 可随即镜头跟随乔哥回到了房间 他家里居然摆着个密药屋的模型,这是怎么回事 却经过了一段时间,家布的第一把钥匙很快造成了 他迫不及待的抓了个平民做实验 如果成功的话,这人应该就会变成他的傀儡,可惜事与愿违 此人迅速化成了一滩血肉,钥匙失败了 难道是制作方法出了问题 家布思索一番,决定假接约会的机会,找老二讨花 可是洛克三兄妹出来乍到的,啥也不了解呀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钥匙还能自己造,家布就啥也没问出来 当然,二人回到密药屋大宅亲了 老二想到哥哥的话,就提出想要看看家布的脑海世界 开玩笑,家布是恶魔呀,看了不就露馅了吗 他就只能拒绝,二人吵了一下,不欢二三 那气得老二都第二天都不肯打理家布 家布没招,只好换了一招,又去了趟密药屋 这时家里就只有老三在 他说是来看老二的,实际带的全是小孩爱吃的零食 老三奠起零食就放他进来了 然后家布便借机哄骗老三 说有一把钥匙他一直都没试过,就是幽灵钥匙 因为都是熟人嘛,老三也没往坏处想,就接他玩了 于是家布变成幽灵 见到了守在洛克家族墓地的祖先钱柏林 跟他介绍说自己是老二的男朋友,哎呀,非常爱他 想为他做把新钥匙当礼物 可是不知道怎么赋予钥匙用途呀 钱柏林一看啊,小伙子不错啊 对他赞赏有加,当即就告知了助刀方法 说你造的时候啊,不但要全心全意想着钥匙的用途 重点,还有在里面加一滴血 家布停后,心满意足的离开 而这时,老大老二还在寻找技术魔法的办法 让人想到老白那批朋友里目前唯一健在的 就只剩下疯女了 可惜疯女疯了,又没法直接问他 最后,兄妹俩思索一反,决定进入疯女的脑海寻找线索 但按理说,这钥匙一查就应该出现一个意识版的自己 哎,但是疯女却没有出现 兄妹俩有点奇怪,进入他脑海一看 居然在里面找到了他的意识 原来,当年事发后不久 他就来到密药屋,让自己的意识躲到了脑海中 随后,钥匙掉落,无人发现 他就成了没有意识的去窍 一关就是几十年 以至于被老大老二发现时 他的意识还是个少女的模样 二人将其救出,疯女顿时恢复了正常 但因为他与社会脱节太久 无处可去,就只能暂时搬来了密药屋 疯女看到邓侃非常亲切 上前跟他打招呼 可是邓侃已经忘记了跟魔法相关的事 记忆出现了大片空白 对疯女没什么印象,就表现得很客套 疯女多少有些失落 他来到老大房间 看到老白以前的帽子,忍不住摸索起来 老大就顺势跟他聊起了爸爸 说他这人也是奇葩 以前总是说什么以备不识之许 成天在帽子里装着鱼耳啥的 哗啦,看疯女也适应的差不多了 便又聊起了正事 询问他记住魔法的办法 可是这些年的经历早就改变了疯女的想法 他认为魔法钥匙会带来不幸 不想再让三兄妹纠缠其中 便只说他们是造了一把钥匙 但闭口不谈钥匙在那 老大一时没法劝他开口 便只能作罢 另一边老三正要吃东西 突然听见了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跟我一起看 果然又找到了新钥匙 造型像个小房子 但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孔 之后祥玉带他去了乔哥家 老三就顺带跟小乔说起了这个新钥匙 小乔一看这钥匙造型 立马想到了爸爸收藏的那密钥匙模型 然而过去一试 锁眼还真在这模型上 扭动钥匙 模型立马亮灯 屋内也变成了火点地图 而且如果弄坏模型里的东西 密钥匙的东西也会跟着坏 两孩子正感叹呢 大人们突然进来了 经济之下 小乔连忙收走了钥匙 而湘玉看到这绣针屋 自然也是有点别扭 乔哥就赶紧来解释 说自己是喜欢收藏古董 这个是来这边便宜收的 这个话虽如此 还是可以看出 他就是对密钥匙非常关注 恶魔基地那边还在忙着造钥匙 金属融化到一半 家布便把活交给了鹰子 自己也惦记着去找老二和好 鹰子一看就拆穿说 你这是爱上老二了 家布还不承认 结果他去找老二 发现他正跟小黑聊剧本呢 俩人关系亲近 家布当时就不爽了 担心他们就情复燃 便又回来 把万能钥匙给了鹰子 让他去偷老二的八音盒 因为八音盒钥匙还在他们手里 所以只要偷了八音盒 就可以利用这个 破坏小黑的形象 接话非常顺利 鹰子利用八音盒 控制小黑殴打了家布 不过好在小黑嘴上 还是一直在解释说 哎呀这不是我想打的 老二觉得不对 也想到了八音盒钥匙 便连忙让邓肯叔叔 去他房间确认 看看八音盒还在不在 于是鹰子送回八音盒时 就刚巧遇上了邓肯 导致遗落了万能钥匙 哎呀费了老劲才毁了几滴 还被甲布一顿臭妈 因为一旦没了万能钥匙 他们的行动就麻烦多了 最近几天 相遇跟乔哥感情见诺 基本就是在一起了 小乔呢就独自在房间玩 一不小心 让一只蜘蛛爬进了修正屋里 于是密谣屋大宅里 也随之出现了一只巨型蜘蛛 这时我们就明白了 开头老三发现的那个 巨型老鼠头骨是怎么回事 众人被巨型蜘蛛追的到处逃窜 风女见状就脱口而出 哎这是小世界钥匙造成的 哦原来那个新钥匙叫小世界钥匙 老三一听立马连一小瞧 让他帮忙弄死了蜘蛛 眼看事件平息 邓肯便瞬间遗忘了这段经历 风女本来想问的 还记不记得以前那个修正屋 谁想邓肯因为记忆混乱 勃然大怒 对着风女喊道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装熟了 这让风女颤上了动摇 转头我想问孩子们借植物钥匙 哎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植物钥匙是哪个呢 就是上一季的时候 老大老二曾在墓地花瓶里 发现了一把金赞花造型的钥匙 然后用它在花园里 找到了很多邓肯叔叔的记忆瓶 但是没有详说这把钥匙叫什么 所以当时我就给钥匙起名记忆钥匙 这里更正一下 到第二季的时候 就详说了这个钥匙的用途 这把钥匙其实是叫植物钥匙 它的功能就是控制植物 可以把东西卷入地下 用好了可以当武器 想找邓肯的记忆瓶 于是兄妹俩就把记忆瓶拿了出来 风女看着邓肯的记忆陷入了回忆 当时他们也是想要造出 能让大人记住魔法的钥匙 所以他们单纯的以为 只要打开黑门 就能找到锻造钥匙的原料 猜的倒是没错 他们还真获得了耳语金属 但是却也因此害死了同伴 没想到钥匙是用恶魔子弹造的 兄妹俩非常惊讶 风女就接着说 找到金属后呢 老白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最后只有邓肯成功了 他造的这把才叫记忆钥匙 不过之后这帮哥哥姐姐们 可能是想为他好吧 不想他才参与这场斗争 就拿头脑钥匙 把他对魔法的记忆 全都取了出来 用植物钥匙埋在了地下 但现在看着邓肯如此痛苦 竟然最终决定 将记忆品放回邓肯脑内 可是因为失去记忆多年 邓肯也已经成年 他的大脑无法理解这些魔法信息 导致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混乱 唯一万幸的是 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 让他意识到了钥匙的存在 这才把发现的万能钥匙 给了孩子们 然而另一边 家布制造的钥匙 再次失败了 血一加进去 直接爆炸 可见这就不是谁 都能造这把钥匙 这下他手上的金属 全都祸祸没了 他气得要死 想去质问钱柏林 但鹰子觉得没有意义 你去干嘛呀 他一个幽灵 你能整死他呀 二人正争论着 不巧被小黑撞见 转头就告诉老二 我以俩人有事 并且还猜出那天自己打人 是被八银河钥匙控制了 但因为老二那天 特意去确认了 八银河没丢 就不相信小黑 反而觉得是他在挑事 二人不欢二三 再次之后 家布还是去了妙物 关老三借了幽灵钥匙 前去质问钱柏林 没想到 他就是故意的 三兄妹看不出 但他能看出 家布是恶魔变的 家布起起白坏的 逼问制造办法 钱柏林不肯说 只是嘲笑道 你永远造不出来的 因为你不是洛克家族的人 我还要气死了 你这不就告诉他了吗 然后钱柏林还说 没关系 很快就要结束了 然后眼神往后一瞄 你这不又告诉他了吗 家布警觉的回头一看 只见山姆的灵魂 跑了出来 迅速冲向他的肉身 别忘了上部 山姆是死于灵魂脱鞘 所以现在 他也可以通过 抢占家布的肉身 复活 不过可惜 争斗一番 山姆还是失败了 家布愤愤离开 还稍待手 把幽灵钥匙拿走了 他刚走 老二就回来了 几个人都很担心 邓肯输出的状态 老二想起 自己把恐惧放走后 惹出了不少乱子 不禁后悔 总监说 脑子里的东西 就是不能乱动 老三合心 那你就把恐惧找回来呗 你自己脑里的东西 你应该能控制吧 老二一心思 对啊 立马回到屋内 集中意志 恐惧还真回来了 从这一刻起 老二的智商 也想重新上线 但邓肯的状态 还是没有好转 整个人非常痛苦 此时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记忆钥匙 让他彻底恢复记忆 于是 风女彻底动摇 决定帮忙 跟老大一起 借助头脑钥匙 找到了线索 发现当年老白 是把记忆钥匙 藏到了学校里 与此同时 乔哥在家办了个派对 邀请了很多学生 也展示了自己的部分收藏 就是这个过程中 不小心露出了 他组上传来的笔记 里面正夹着一个 耳语金术 原来这笔记 就是全去开头 那个上位留下的 也就是说 乔哥之所以会对 秘妖屋这么感兴趣 是因为他一直在 研究这段历史 正好当时家布在场 认出这是耳语金术 趁其不备 嚎着赢了就给他偷走了 可二人正要离开 却刚好被老二撞见 想到之前小黑的警告 恢复理智的老二 顿时警觉起来 这俩人不对 对于家布来说 耳语金术搞到手了 现在还需要一个 洛克血脉的人帮忙助遭 于是家布便想去偷八英盒 从而控制老二 帮他们造钥匙 结果一去 老二在屋里就没偷成 家布就只好 谎常是来找他的 并且还接着说 昨晚派对上 他其实是给鹰子 补习数学呢 老二没多说什么 但是老大进来了 他正准备去学校里 找记忆钥匙 家布看着大周末的 往学校跑 就起疑了 老大本来不想说的 但家布老绿查了 说啊 是 你们家的事没必要告诉我 一听他这么说 没办法 兄妹俩只好把 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家布一听 邓坎会造钥匙 立马表示要一起帮忙 二人临出门前 老三又过来 要走了万能钥匙 说想去探望眼镜 于是三兄妹分头行动 老大跟家布 去学校找钥匙 老二本想在家 照顾邓坎叔叔的 但他听说小黑 去英国听课那事 黄了 心里挺惦记 就挺想去安慰他的 妇女看出他有心事 就劝他 邓坎我来照顾就行了 于是老二便去找小黑了 这天 大家给小红办了个 成人礼派对 小黑跟英子都在现场 这帮人成天办派对 老二找了过去 就假巧撞见英子 醉醺醺醺的 在跟男生掰手腕 隐隐觉得不对 便上天打探 问起家布给他补习那事 哎 英子果然说漏了嘴 说家布啊 是给他补习了 补习的西语 可家布说的是补习数学 老二不动声色 叫了小黑帮忙把门 把英子拉到屋里响谈 英子喝多了酒 很快睡着了 老二就趁机进入他的脑海 随后小黑为了拦截同学 也进到了屋内 二人终于发现了一切的真相 英子已被恶魔附身 而家布其实就是到齐 老二又惊又怒 只恨自己太蠢 这时英子脑海中的情绪 已经开始攻击二人 二人拿起火柴钥匙反击 成功脱坤 事后呢 英子也是什么都没发现 学校那边 老大他们根据各种线索 终于在学校场里下 找到了记忆钥匙 家布想跟着一起回去 可老大想也没想 随口就拒绝了 自己也独自回家 给邓肯恢复了记忆 随后老二也赶了回来 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老大 二人震惊之余 门被敲响了 家布还是跟了过来 假意关心着邓肯叔叔的情况 二人撒谎说 钥匙不管用 不知道为什么邓肯叔叔的记忆 还是没有恢复 见老二满眼泪狠 家布没有怀疑 先行离开了 老三那边不去找眼镜去了吗 这段时间 眼镜一直很思念黑姐 还给他画了一本漫画 老三接过来翻看 发现里面夹了一幅奇怪的画 上面画了两个景欲 他立马意识到不对 仔细询问情况 眼镜解释说 上级阴影大战那晚 他昏迷时曾迷迷糊糊 在家中看见了两个景欲 而且醒来后 黑姐就失踪了 老三连忙回家 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哥哥姐姐 开侧那天被丢进黑门的 其实是黑姐 真相终于大摆了 老二回想起 家布曾先后问过他好几次 遭钥匙的问题 这次也是听说了 邓肯叔叔会造钥匙 就表现得特别积极 由此拍到了很目的 为防打草惊蛇 几人决定 暂时不把这事告其他朋友 而在这个关键的档口 老三和邓肯又发现了一把新钥匙 是个锁链缠绕的造型 邓肯也没见过 他就拿去问了疯女 疯女其实是知道这把钥匙的 这把就叫锁链钥匙 他想保护大家 想自己去对付恶魔 就故意说他也没见过这钥匙 然后趁其他人没注意 悄悄把钥匙拿走了 知道真相后 洛克三兄妹能一击干掉恶魔吗 这一期实在太长了 后面内容咱们明后前下期见 新银